全英國發表部分 然後第一組是包財小冒險 五分鐘 大家好 我們主題是包財小冒險 我是雲池 我是白虹 好 我們取自然名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都是荒野的人 荒野保護協會親子團 所以我們在裡面都必須要取得自然名 然後我們也是這樣子認識的 所以我們才會用自然名當作 是我們的 對稱 痛擊 我們發現父母網購的時候 都會用掉很多包財 但我們都會看到他們 就用完就丟 所以我們就很想要 幫他回收再利用 這都是我們發現的 父母包財的網購 網購網購 再審判吧 我們是從2020年2月開始做的 我們已經做過很多事情 對 然後我們也做了LINE機器人 不對 你說錯囉 我來講 好 我們這次 呃 是想要請各位幫忙LINE機器人 嗯 按啦 按下去了 快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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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 有了 好 呃 這是我們街頭訪問的結果 然後我們發現 很多人都願意使用LINE機器人來美衡 然後這是我們去街頭訪問的時候 然後中間這個穿黑色包包的是 浴室 然後右邊那個拿手機 看起來只是很隨便就是我 這是我們的進度 我們已經可以按送包財和給包財 然後我們就按送給包財它就會出現一個這個問卷 然後這是我們的流程度 呃 然後 我先講給的部分 給的部分就是一開始你先選擇物品 然後就是包財的選項 然後再來是選擇你物品的那個數量 然後圖片之後再選擇你住的地區 還有市 主要是 因為是因為我們 呃 如果是 如果是需要的人和給的人 他們不可能住太遠 不然這樣的話 會跑太遠的話 呃 會 會 會有炭足跡 然後 呃 給的人就是到這邊就停止 會等 需要的人再來找他 然後我要講需求者 他就 需求者要先選擇他需要的物品 然後再選擇縣市和地區 然後呢 就 他就會幫你搜尋那個 給的人的號碼 那個 個人資料 然後他們兩個加好友 就這樣結束 這是我們需要的 我們要 會接LINE API的工程師 嗨 呃 還有 呃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然後 如果要給我們意見的話 可以 加入我們這個 FB社團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